诶 你要干嘛 张无忌 你要干嘛 诶 你不要再来啊 诶 诶 你不要再来啊 诶 诶 你不要再来啊 你让开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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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诡计多端的赵敏拿出匕首假装自杀 哄骗心地善良的张无忌返回相救 张无忌果然重计跌落陷阱 却在最后一刻抓住赵敏 带着赵敏一起坠入陷阱之中 然而即便是这样 张无忌依旧没有伤害赵敏的想法 为了尽快地脱困 张无忌施展壁虎由强弓来到洞口 试图推开洞口的钢板 喂 上面的钢板是用八根醋钢条给扣住的 你人人空在下 没有着力点 即使你武功再高力气再大 也推不开的 张无忌双眼死死盯住赵敏 知道赵敏所言非虚 只好放弃了强行冲出去的想法 而赵敏见状不仅没有收敛 还在继续出言挑衅 不停地说起了风凉话 张教主 这个陷阱呢 是纯钢所住的 打磨的划不留手 连条西风也没有哎 你居然能以壁虎游墙弓游上去 佩服佩服啊 张无忌见赵敏气定神闲 好似知道自己一定出得去 猜测他肯定留有后路 随即一把抓住赵敏的手腕 威胁他若是不想死的话 就打开机关放他出去 谁知道赵敏反将一军 嘲讽张无忌连长的好看脑瓜子 却不灵光 陷阱当然是用来抓人的 谁会在陷阱之中留下机关 不同于风轻云淡的赵敏 张无忌此时心急如焚 他晚一些带回解药 杨霄和微笑就多一份危险 你要是再不立刻放我出去 休怪我心狠熟辣 好啊 你杀了 杀了我 你也出不了这肝狼 喂 那你受受不轻哦 你老抓住我干嘛 张无忌放开了赵敏 脑海中不停地想着脱困的办法 正所谓解铃还须即凌人 赵敏一定知道如何打开机关 为了逼迫赵敏服软 张无忌出手点了赵敏的穴道 将他轻轻放在了地上 在赵敏的尖叫声中 脱掉了赵敏的鞋袜 露出了他美妙天成的狱卒 并且出手点了赵敏的穴道 赵无忌 你这臭小子 你这臭小子 你赶快放开 我受不了了 我有一天 一定会向你千刀万花 你放开我 放开我 赵敏只觉得又痒又羞 眼泪不争气地流了出来 张无忌心中泛起了涟漪 可又不得不紧闭双眼 继续加强了手指的力道 弄得赵敏又哭又笑开始求饶 答应放张无忌出去 张无忌闻言这才挺手 放开了赵敏绝美的玉卒 帮我把我的鞋袜穿好 张无忌为了尽快脱困 乖乖替未来的老婆穿起了鞋袜 赵敏也信守承诺 有节奏地敲打起了墙壁 打开了封住的翻版 张无忌出言向赵敏谢罪 解释他是救人心切被逼无奈 随后施展轻功离开了陷阱 赵敏见张无忌离开 这才露出了一丝甜美的笑容 画面一转 小昭和杨不回带领名教弟子 将杨潇和唯一笑互助 与大量的援兵对峙了起来 张无忌及时赶到 并起九阳神功两掌挥出 将一大群援兵击倒在地 以杨不回等人会合一处 援兵们见状就要上前围攻 却被骑马赶到的赫比翁阻止 赫比翁来到张无忌的身前 将一个墓盒交给了张无忌 表示这是赵敏送他的礼物 张无忌并未着急打开墓盒 而却将摘取的花草 挤破枝叶融入水中 让杨潇和唯一笑喝下解毒 枝叶的效果十分显著 杨潇两人很快恢复了过来 而那顶木剑乃是用麒麟香木所制 本身也是无毒 可将两种香味混在一起 就会变成剧毒之物 唯一笑文言大怒 要回去找赵敏算账 却发现绿柳山庄竟然燃烧了起来 这位赵姑娘早就算到咱们解脑之后 会去烧桩 她就先把桩子烧了 此人虽是女流之辈 确实是个劲敌啊 半个时辰后 张无忌回到客栈 拿出了赵敏送她的礼物 她扔出石子打开墓盒 发现是白天她从赵敏头上摘下的珠花 张无忌认为这是姑娘家的东西 自己拿着没有任何用处 于是借花献佛 将珠花送给了劳苦功高的小招 感谢她一路上照顾自己 时间来到两天后 张无忌带人来到了少林寺 必要寻找废掉英离婷的凶手 小卓 少林寺似乎发生过一场大战 你们私下找找 能不能寻得少林寺可以为民享有 是 happened to have maybe not 啊 这种形式的碾 还在做什么 我给人家修理 过来